披麻蒙徽认罪悔改 复国 重建圣殿大神机 耶利米书 四章八节 因此 你们当妖术麻布 哭泣哀嚎 因为耶和华的烈怒 并未转离我们 耶利米先知 蒙选遭何预言 耶利米先知 经历和苦难 被称为哭泣的先知 他为以色列百姓的罪孽哭泣 愿意为他们付出代价 面对人民的敌对和反对 经历了被囚禁和迫害的境遇 及对民族的苦难和信心的挣扎 耶利米在母妇中 就被神认识 并呼召成为列国 先知的代言人 并将上帝的信息 传达给以色列民族 他被委派去警告以色列人民 揭示他们的罪恶 并呼吁他们要回转归向上帝 神给耶利米两个意向 一个是信数值 表示神要保守 他的话语的实现 另一个是倾倒热水的锅 遇事灾祸 将从北方领到以色列 耶利米向以色列传递神的警告 因为百姓离弃神 拜偶像犯了许多罪 神将带来毁灭和流亡的惩罚 神告诉耶利米先知要传达 他的话语给百姓 我明那应当腰术麻布 滚在灰中 神呼吁 以色列人民一定要认罪悔改 定下严肃悔的日子 以谦卑和禁食祷告的心 面对罪恶 寻求神的恩典和拯救 神宣读对以色列的判决 耶利米以一条麻布带子塑药 要披麻蒙灰 如上独身子 痛痛的哭泣 忍罪悔改 哭泣悲伤 以谦卑和悔改的心 面对自己的罪恶 罪人你要认罪悔改 悲伤阵地 在真理和公义的一边 寻求神的恩典和怜悯 依靠神的拯救 神要拯救 认罪悔改的人 因为灭命的大灾难 要忽然领导你们 神预言巴比伦国 会统治七十年 然后亡国 并让由大百姓 回到以色列 地重建圣殿 神在亡国前 指示耶利米埋下一块地 欲示未来 百姓重归耶路撒冷 将再次购置 房屋 田地和葡萄园 神不仅要拆毁 也要建立 他的惩罚与拯救 同在 并应许他的 同在保护和拯救 耶利米 使他成为 奸臣 铁柱 铜墙 能够 抵抗 攻击